最近南韩情报又透露说 金正恩最近好像在培训他的接班人 不是儿子 是他的女儿金珠爱 为什么呢 好像因为他身体状况有关系 体重飙升到140公斤 据说他有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什么的好像全身病很多 但都没有得到过证实 接下来很多人都在猜 那金正恩到底现在的身体状况 如何会影响到北韩的治理吗 我们先来看今天最新的访问 金正恩和女儿金珠爱 穿着黑色妇女套装 共同检阅阅兵队伍 两人在主席台上亲密互动 南韩最新情报指出 这看起来还为国小毕业的金珠爱 正在接受培训 将成为北韩金氏王朝 第四代接班人 外传金珠爱生于2013年 今年大概11岁 他最近一年经常跟随金正恩 出席多项重要的军事活动 甚至一同前往视察飞弹工厂 和空降部队演习 不过不排除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可能变成新的接班人 而今年刚过40岁的金正恩 也被发现又变胖 体重可能高达140公斤 南韩情报指出 金正恩可能罹患高血压和糖尿病 目前他所接受的药物治疗 已经无法控制 正积极向国外寻求新的药物 另一方面 因台风海米环流影响 北韩西北部边境地区 遭遇严重洪水肆虐 道路丹东市民众拍下 腰路将水位暴涨 沿岸建筑似乎完全没顶 变成一片汪洋 金正恩坐名贵豪车泡水 亲自到灾区 却坐在椅子上翘脚探灾 他下令出动军用直升机 将5000人撤离到安全地区 记者吴江中和报导 不得不说 北韩的确呢 他们的讯息很少 很多事情都还是非常神秘的 评论说到底金正恩 有几个儿子女儿 大家都不知道 接下来奥运热潮 我们来看 北韩就是说 朝鲜的这个乒乓球选手 大家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可以一路杀到金牌战 沙头组合 相信结果已经出炉了 但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 北韩代表队 其实他们也是隔了八年 在重返奥运舞台 今年派了16名选手来参赛 其中最让大家亮眼的 就是北韩的桌球混双 大家现在封他们叫 神秘之师 李正直跟金晴英 他们对上中国最强的沙头组合 那其实就连教练都说 你知道教练怎么形容吗 他说北韩的选手太神秘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都会做报告的 会有勤收的 结果他说 因为他们很多比赛还不去参加 亚洲比赛还才参加 所以要找的时候 那个是教练自己说的 他说名字跟人 他们基本还对不上 因为他们太少参加比赛 太少讯息了 你擅长什么样的攻略 什么的 大家都不知道 然后今年他们一出场呢 大家非常惊艳 因为他们干掉了日本的种子选手 然后金牌战 所以张军你怎么看呢 确实是蛮压抑的 因为这次来讲的话 北韩这个乒乓球 这双人组 他不只是说很神秘 他真的是很强 你看他前两场的比数都 4比1 4比1 对不对 然后连续就是 一下就把对手KO了 然后对方找不到资料 我觉得说是像这种球类比赛 到他们这种奥运级的 其实情报非常重要 你不要讲别的 就像是乒乓球来讲的话 对手他习惯用什么方式发球 对不对 他球的那种乒乓球会悬 他用左边悬右边悬 或者他 他的擅长的是杀球 或者怎么样 其实对对方来讲都很重要 尤其这是很特别的 我们看光加拿大的女的足球 他只是去用无人机去看一下纽西兰 这他们的训练情形 想要窃取一些情报 就被这个奥委会说是 扣基点分数60点 所以你看多严重 所以代表说是收集情报 对这种到他们那么高阶的 这个比赛来讲 其实都非常重要 其实每一种比赛都是这样 棒球不是也这样吗 那个投手擅长什么头发 或者他球数多少 但是这两个人确实是蛮讶异的 因为他很强 北韩什么时候 突然他们教练是谁 在什么地方训练的 对 我很好奇 我们都不知道 他以前也没有参加过 世界级的比赛 是 而且前几年 其实应该是去年 还是前年的时候 我有做过这奥运的特报 其实很多国家 就是说西方国家 的乒乓球教练 你知道吗 都是来自于中国 是 没办法 中国抢手太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强的还有福建舰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江志宇你怎么看 最近第三次海事 成功的现在已经回传场了 当然前几天张小刚就说了 后续还有继续的实验 这就代表着 真的福建舰有去做海事 大陆军事专家 傅前哨是这样分析 他认为 现在是会进入一个叫做 舰机适配的阶段 什么类型的舰载机 适合福建舰适合什么样的任务 可能都还要来进行测试 然后他提到了 最近连续三次的试航 平均每个月一次 越来越长的时间 表明福建舰的海事 非常的顺利 那也包含舰载机 你觉得哪一些舰载机 是最适合福建舰 以及在执行附近周边的 沿海任务 我们讲一些就是 这种福建舰 所有军舰都是一样 整个测试 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细薄实验 那是由谁来做实验呢 海事是由厂方 就是我建这艘军舰的 我工厂人员 我来做测试 测试这艘船是靠在岸边 那我大概每一样东西 我都检查一遍 那证明来讲说 这条船可以开出去了 它不管是它的动力系统 或电力系统 或者是燃油系统 引擎的运转或各方面 都就证明说 这条船可以开出去了 那这是第一个叫细薄实验 这是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船就开出去了 就试开一遍 那这个第二个阶段 是由谁来操作的 还是由厂方来操作 就是厂方来讲 就像是我们买车一样 一辆新车出来以后 它在厂里面 新设计的车子厂方来里面 所有东西都要检查过一遍以后 厂方自己要做车子的车子 不管是碰撞 或者加速 到底速度可以降到多快 可以跑多远 然后有什么地方会损耗掉 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个阶段 叫做军方测试 就是交给军方了 这时候来讲 最大一个特色 第三次军方测试 最大一个特色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不是做军方交易 就是持久 这条船我要跑很久 因为将来 我这条航空母舰 是要远洋作战的 我不是在门口当游艇 在那边开一开 对不对 带游客逛回来 我就回来 我要到远洋去作战 可能一两个月 这个时间来讲的话 我要测试说 我这条船出去来讲的话 我如果说机器 动力全开的状况是这样 我可不可以维持 两个月或甚至三个月以上的 持续力量 这是机器本身 人员本身 也是要持久 我船上的 譬如说我讲 从一个简单的冷冻库 食物的囤储 我冰箱会不会坏掉 我这食物囤储 可不可以供应我的船员 有连续一两个月的时间 来使用的食物 或者我储存的水 或者我船上面的油 或者是舰载机的弹药 或者是我船的四航性 所以我觉得第三阶段 很明显的 这次来讲应该是军方来接舰 所以军方来接舰 还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它开始武器 开始做测试 武器最明显的 船上自己本身 就已经有的是雷达的系统 我讲的是作战雷达 而不是导引航的 航行的雷达 这些东西大概是厂方的测试阶段 那雷达作战雷达 搜索雷达或者是火控雷达 这时候军方会测试 再来很明显一件事情是 航空母舰 它就是要舰载机 所以舰载机的测试来讲 一定是军方来实施测试 那舰载机初步来讲 我认为说 这是很明显 这个福建号来讲 它应该是 初期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这个歼15 因为歼15的飞行员 都是比较成熟的飞行员 那他们歼15测试 它不会说一开始做弹射 弹射比较简单 反而是着陆比较难 着舰会比弹射难 因为我着舰 万一着舰不成功的话 飞机就摔到海里面去 所以它必须要着舰 那这个挂钩子是不是可以让这个舰 这个四条拦阻锁 可不可以拉得住 拦阻锁会不会拉断掉 或者是说 会不会说拉得太容易 把飞机扯坏了 因为你那个力道要刚好 就像是我们用橡皮筋 拉住一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力量太大 橡皮筋被拉断 你力量不 那个橡皮筋太硬的话 这飞机会扯坏掉 所以它那个力道 它也是用电池控制的 所以这些种种来讲的话 等到它这些都试验成功了 然后后续的下一步 就是飞机的弹射实验 其实我觉得飞机弹射实验 反而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之前小红车 它已经测试过了 所以弹射来讲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那我们来讲的话 这次来讲 很明显的歼15 歼35 还有空井600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空井600 因为来讲像现在 山东号 辽宁号来讲的话 它的预警机 只能用直升机 因为它华耀式的甲板 只能用预警机来做 用直升机来当预警机 那有空井600的话 它可以飞得更高 而且它的雷达可以飞得更大 飞得更远 它可以更早能够探视到 敌人的一种敌情的状况 可以更深切的了解 那之所以说我是觉得 这个上舰载机的话 无人机来讲 应该是攻击11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未来076 应该也是以攻击 因为攻击11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它是查打一体的 第二个它是隐身型的 然后第三个它可以当中程寮机 所以说它如果说是跟 歼35能够搭配来讲的话 等于说歼35的一种无人寮机 对不对 中程的寮机半飞在旁边 而且它跟歼35一样 两个都是隐身战机 可以当作歼兵 对不对 对敌人心 那后续来讲 在后面是歼15 用这个炸弹卡车的方式 所以说高低搭配 有人无人搭配 我觉得这是未来 在这个福建号航母上面 我们即将可以看到 那我个人推算 这次来讲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这次来讲 有跟辽宁号一起测试 它不是只有福建号在那边测试 它是辽宁号一起 辽宁号从去年2月开始 进场大维修 到现在突然出现了 在拨海 那很明显的就是辽宁号 应该那么久 一年多的时间 它应该有做 很大部分的改装 那我个人认为说是 辽宁号是不是也可以 上歼35 那未来来讲的话 这两艘航母来讲的话 譬如说是我的空颈600 我上去 可以让这两艘军舰 的起飞的战机来讲的话 我都可以对它做预警 然后让两艘战舰 可以就不是 1加1等于2的战力 可能1加1等于4 因为我一个空颈600 我可以让这两架航母上面的舰载机 我都可以共享这个链接资源 或者空颈的资源来讲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两架航母在一起作战 万一其中有一架受损 或者是这个作战难免 你也不能保证说是跑到甲板 不遭受到攻击 那我在这个军舰上面起飞的话 我会可以到另外一架军舰上面来做降落 那弹射可能没办法 但是降落来讲 至少还可以降落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 可能是这个辽宁号也有做很重大的改装 那按照这种速度 按照这次的速度 我个人推估来讲 明年应该福建号就可以成军了 所以2025真的是符合 当初大家估算的这个时间表了 对 中国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走到现在呢 不断的以中国速度在超车美国 接下来我们来看难解的俄乌战争 美国现在呢怎么讲呢 有点像是感觉乌克兰快不行了 但是呢我再给你一点点药 再给你一点点药 让你再续个命续个命 你不会好 但是我让你续个命 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终于F16要来了 我的天哪 拜登都要下台了 这场战争都打到哪了 F16各位 还是要来了 还没来哦 然后连乌克兰自己的作战指挥官 其实我觉得军人头脑真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他不像政客常讲一些官话 他说乌方也明白 F16不是灵丹妙药 训练有素的地勤人员 我们现在数量也不够啊 但美国呢 就突然又宣布 来 我再给你们17亿的这个军员 包含你们现在最需要的防空弹药 你们最需要的炮弹 但我们就问嘛 这请令将军分析就知道 美国到底是在出清库存 还是真的这么有心 尽管知道已经打到现在这样子 都快没人了 还是要再继续挺下去呢 连泽伦司机都知道 结束恶物战争 要耐心 要支持 要外交压力 但我就想问 谁的耐心 谁支持 谁给外交压力呢 李将军 讲恶物战争 我在我们本节目 我在这个节目 我今天公开跟你讲一句话 我说欧物战争今年就会结束 不但结束 而是用什么方式来结束 是乌克兰吞下投降的苦果 来结束这场战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从战场的角度来看 那不管是从战场我干嘛 我分析给大家听 第一个来讲的话 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现在在这个北边那边 哈尔科夫来讲 他没有机会打圣招 他所有精锐都已经被 他已经投进去 然后全部被牵制在北方 就是哈尔科夫那边 那东边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顿巴斯地区来讲的话 俄军 这个我们所谓调虎离山 你这些精锐部队 全部调到哈尔科夫去 你这边就完全是空虚 那现在俄军的攻势 集中在哪里 他反而集中在东边 他不是哈尔科夫那边 他利用东边这边来采取攻势 那乌克兰现在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很简单的讲 叫做以空间换取时间 我尽量用我的广大的土地 不是他其实土地也不广大的 我就尽量摘取逐次抵抗 拖啊拖啊拖啊拖 拖到某一个地方来讲的话 那等到这个不管是北约或美国来下场 所以他希望把这些国家拖下场 然后拖在我投降之前 你们下来帮我打 那我特别在这边 我也跟各位讲有一个点 大家可以注意去看我这个推论的对不对 我说有个地方叫红军村 大家去看看 如果说俄军一旦攻大到红军村的话 那我特别要讲乌克兰就没有空间 可以换取时间了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地 对因为军队作战最重要的 这样就是要讲 第一个先讲全军再讲破敌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全军来讲的话 就像我们这个打牌嘛 对不对 你这个输赢来讲的话 你最起码要有筹码嘛 你钱全部输光了 你脑袋再好 你再会打牌 你筹码全部输光 你就是没有机会赢了嘛 所以有筹码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全军是最重要的 你有军队以后 你有实力以后 你才知道怎么去排兵布阵 怎么运用战术战略 你军队都没有了 就算你有再好的指挥官 我们就没有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 格拉西莫夫 俄军的指挥官 我们叫他屠夫将军 对不对 跟瑟尔斯基两大将的一个对抗 那但是很遗憾的 就是说 如果说是这两军 两个将领 纯粹就军人立场来看对抗 或许乌克兰还有胜算机会 可是参查太多因素 政治因素在里面 那我特别要讲 乌克兰F16战机来 有没有帮助 我跟在这边跟各位讲 所有战史上面 只有一次 因为武器改变战争的 然后从来没有 不管是你这个发明战车 从古时候从弓箭弩 到发明战车 到这个德国发明飞弹 那时候都没有改变战争 航空母艦 只有一样武器 曾经改变过战争 那个武器叫原子弹 就是广岛因为丢下原子弹 日本本来不投降 他遇碎计划 是因为被那两颗原子弹 丢下去以后 因为武器所以改变整个战军 那你现在认为说是 F16有机会赢吗 我个人认为说是 有可能拖延战争 但是时间不久 我第一个 你F16第一个你要能飞 对不对 你会不会飞 或许你现在能飞 但是你要能飞 你要能战 能飞跟能战就不一样 你不再能战 你还会打肾脏 能战跟能打肾脏 又不一样 那level层次又提高 第三个你打完肾脏 你要能回 我要能够回着来 回着来关键在 你基地在哪里 你要降落在哪里 目前来讲 他们推测有几个地方 可以提供他们降落的 就是乌克兰自己本身 可能这个机场 大概都已经被俄罗斯 都用飞转先攻击打坏掉 那你敢不敢降到波兰去 对不对 或者是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其实距离 这个黑海来讲 也是蛮近 它从南边那边过去 可是问题是说 你这两个国家 都是北约国家 你如果说让这个F16 乌克兰 他欺负他的乌克兰的国徽 在你这个机场降落的话 那俄罗斯会不会用导弹 直接攻击这个机场 算不算你参战呢 那会不会整个北约被卷进去 所以这也是他们顾虑的事情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我凭免了 我凭免了 你还在那边 我凭免了 我凭免了 我们下期三个月 那边 你凭免了